汪小菲和大S的隔空开战 日前终于告一段落 汪也在8号开始恢复直播 从画面看起来似乎变得有点憔悴 网友也涌入关心她的近况 在之前的大汪之战中 张兰不仅多次在直播 模仿大S和聚军业光头造型 各种称好称满 让她的酸辣粉直接卖出数亿元 看起来是靠儿子成功赚一波 不过当网友劝小菲要多听妈妈的话 她却反驳说 不用听谁的话 自己的家事自己解决 我为什么要听她的 我有自己的想法 最后还强调这是我们家的事 最后她放了口气 难得深情地念出一段 自己家2017年写的自传 内容说到常常往返北京台北 说着说着还提到大S 坐飞机只要三个多小时 几乎是一闭眼一睁眼的功夫 当然了前提条件就是你的那个 睡眠那好啊 我现在一闭眼一睁眼不精 这在我小时候是难以想象的事儿 那时候连去一趟顺意都想出远门 何况是千里之外的台湾省 如今我有一年一年半的时间在北京 一年有一半时间在北京 一半时间在台北 两头跑 也成了习惯 台北跟北京这条航线 我已经往返了三百多次 那天呢收拾行李 订机票 过安节 一切流程 驾轻就熟 一手抱着 一手牵着 他 好好当当的过了 闸口 他们都安忍入睡了 碰到好多熟人 算了不念了 你们自己去看吧 这段直播曝光后 再度引发网友讨论 纷纷评论 看到他用这么温柔的口气 提到大S 感觉满满还是爱 两人当年还很幸福 没想到走到这一步 难怪小飞讲得快哭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